第358集一马新元,2023年10月1日,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是伟大祖国的生日,我们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4周年生日。 同时你再看看啊,这一集数字358加在一起是16,再加上小数字4是正好20,这就是20大。 20大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这是20大之后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更是意义非同一般。 我们在习主席的带领下和天上人间的所有敌人进行了艰苦卓学的战斗,这才有了如今的凤凰涅槃欲火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终生。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西游记的故事。 大家看看这段文字啊,真是太神奇了,我前面刚说了,习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一切天上人间的敌人,结果这个情节直接说的就是习主席怎么和敌人斗争。 而我在没有写文案之前,我都不知道写的是这个事,之前我还以为妖怪现在还代表邓小平呢,结果完全不是了。 此时我们看原案啊,妖怪进入银安殿,这个地方可以认为是太子的地方,这是说的十八大之前的习主席。 而后面选了十八个公俄才女,这就直接说的是时间来到了十八大,此时妖怪代表了习主席。 这些公俄才女,吹弹歌舞,劝妖怪饮酒作乐,这是说九转灵魂集团,汉奸卖国贼集团,他们在人间,以人间的荣华富贵拉拢习主席。 此时关键一句来了啊,你看原文,那怪物独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厌制交资。 这什么意思呢?我这里给大家直接说明白,这是说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一共七个人,我念一下名单啊。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于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这就是说的,这七个人哪,只有习主席一个好人,剩下的都是妖魔鬼怪,都是汉奸卖国贼呀,我就真是服了啊。 大家看看啊,习主席在十八大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这是深入虎穴,进入敌人老巢啊,除了他自己呀,剩下的全是汉奸卖国贼呀。 之前呢,我对这些人,除了李克强啊,我都不了解,所以我就没有说过。 现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地方,神仙明确给我们指出来,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除了习主席一个人,其余的都是汉奸卖国贼。 这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啊,当时英国女王死了,王岐山,她是去英国调宴,她是不是代表中国,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新闻交代的不清楚。 可是呢,新闻却特意给了她镜头,别的那些掉眼的人呢,是可以近距离观看英国女王光国的,而王岐山却被隔离在远处,不能靠近。 此时我们就很清楚了啊,你想一下,我之前为大家讲解的西方邪恶帝国体制,此时你要有万无一马的概念。 王岐山,李克强等等,你别把他们看成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你看成啊,他们是西方邪恶帝国体制下,驻扎在中国的总督。 那么你看啊,当时习主席出现之后,西方就意识到自己要完蛋了,那么他们要问责的话,问谁啊? 就是问责中国这些官员啊,所以王岐山去了英国女王葬礼,就被冷处理了。 因为啊,这就是西方邪恶帝国那个体制,对他极为不满啊。 他们就这帮啊,在中国的汉奸卖过贼,就间谍吧,没有达到西方邪恃的要求,他们失败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郭继承了啊,就这个郭子啊,伟大的郭子,无时无刻不展现他的存在感。 他讲国学,他讲了了凡四讯,他说这个了凡四讯是王岐山要求他们大学教授学习的。 你看啊,王岐山亲自在推动国学,看到了吧? 那个视频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我找不到了,郭子的视频太多,这样的视频呢,就淹没在他更逆天的言论之下,我搜了半天没搜到。 不过,我百分百肯定啊,郭继承亲口说过,这都有视频的啊,是王岐山要他们学习了凡四讯。 看到了吧?就这一段话呀,是神仙明确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啊,十八大时候,习主席面临的极端恶劣局面。 除了习主席自己,剩下的李克强,张德江,于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都是汉奸卖国贼。 哎呀,我就真是啊,无语了啊。 哎,不过想想也正常啊,如果这帮人都是好人,他们不可能在十八大时候上来。 说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啊,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中国可以说最大的间谍,叫于强生。 他对中国造成了致命危害,而他的亲兄弟就是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之一,于正生。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事啊? 这几个汉奸卖国贼啊,层次实在是太高了。 我呢,就是个底层老百姓啊,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了什么, 所以呢,我就没什么办法给大家详细说了。 不过你想想教育部,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使坏啊,那肯定是负责教育的这个人,对不对? 大家自己知道什么内幕呢?你就自己去组织细节吧。 除了李克强啊,就这个犀牛精辟臣,他的作恶我知道的比较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吗? 那么前面视频也都说了,别的人我就没办法举例了。 哎,就这个,这个,这个,真是啊,实在是无语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当我看懂了这个细节,这个情节,就搞得我这么能说的一个人呢,我都一时辞穷了,我实在是说不出来了啊。 我们继续看下去。 银九之二经,这什么时间呢? 这就是十八大之后第二年,十八大是二零一二年,那么第二年就是二零一三年。 妖怪跳起来,大笑一声,献了本相,无发雄心。 这就是说的,二零一三年,齐主席就在最高层,开始对敌人动手了。 他伸开,搏几大手,搏几我说了啊,这代表打扫垃圾。 那此时,妖怪伸出,搏几大手,这就是说,齐主席开始打扫垃圾了。 他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抓过来啊,一下咬掉了头。 这什么意思呢? 琵琶就是一堆山头,一堆大王的意思。 这就是说,十八大时候,中国是大小山头无数。 其中最大的山头是谁啊? 就是薄熙来。 此时,这个弹琵琶的女子就是薄熙来。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的华表的真正含义吗? 那是人间天子啊,对天上神仙汇报人间一切情况的渠道。 华表只能是天子才能树立。 而薄熙来,他早早的在大连星海广场建立了一个比北京天安门还大的华表。 那你看他在干嘛呀? 他就是在谈皮吧,他要独立,他要篡位,他要自己当天子。 结果呢,就是在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以受贿罪、攀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就是啊,阿尔惊天,妖怪献出本相,吃了一个谈皮吧女子的头,这个含义。 剩下17个公额,没命乱跑,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习主席对汉奸卖国贼全面开战,而当时主要的汉奸卖国贼是17大培养的,他们是胡锦涛的人,大家懂了吧? 然后你再看啊,揉碎皮吧,跌伤琴瑟,这什么意思呢? 这都是一个个大王啊,你看上面全是王,就是习主席在18大开始就全面对汉奸卖国贼开战了,那一个个的可都是中国最高处的大王啊。 这帮人在习主席的打击下,人人逃命各奔残生,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呢? 你看这些这一句啊,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就躲起来了。 这段情节说的就是啊,习主席从18大刚开始就立刻展开了战斗,他直接打击了中国最高处的所有汉奸卖国贼,这才最终到了19大汉奸卖国贼全面暴露,这就有了19大的全面开战,有了三年疫情。 此时你看啊,那个夜深了不敢惊架,这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就是啊,这帮人间的汉奸,我特指啊,就是他们都是凡人,凡人汉奸,他们被习主席打击之后,他们没有惊动到九转灵魂这个级别。 说到这里啊,我就又明白了啊,这里我有个推测啊,估计是八九不离十啊,我觉得应该是师傅要我告诉全国人民的,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呢? 这就是说,中国的汉奸卖国贼分两个层次,你别看他们的地位高低,这不是的啊,而是要看他们是不是九转灵魂,就是啊,高老庄那群人。 他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局委员,这帮人,他们是两个层次,高老庄就是中顾委夺赦了,他们在西方协神体制内地位高,但是在中国内部啊,他们就是表现出来的官位,比不了这个政治局委员,更比不了政治局常委。 这个情节说的就是啊,习主席精准打击的,是凡人中的高层汉奸卖国贼,而没有惊动九转灵魂,大家明白了吧? 因为没有惊动啊,或者说没有动,没有动这些九转灵魂,邓小平就以为,习主席不知道自己存在,他们以为自己藏的还好好的,所以呢,面对习主席对高层汉奸卖国贼的打击, 这些九转灵魂忍住了没有出手,或者说他们没有直接的暴露出来出手作对,他们寄希望于习主席工作十年,然后让位,那个时候他们就算熬过去了,大家懂了吧? 而习主席就是利用了九转灵魂怕被发现的心理,精准的打击了凡人中的高层汉奸,我真是啊,就这个地方啊,是神仙要人民了解一下,习主席的精妙战略, 以及当时国家高层的情况,大家现在就完全懂了吧,为什么十八大时候邓小平没有明智反击,就是因为他还以为习主席没有发现自己, 那么为什么到了十九大时候邓小平全面反击呢?因为他知道习主席早就发现了他的九转灵魂身份, 你去看看邓卓蒂就是在2017年十九大时候被拿下了官位,习主席让他跑去北京玩桥牌了,你看跟他爷爷一样, 其实这个邓卓蒂就是邓小平,这个时候你看都让他玩桥牌了,那邓小平自然就明白,习主席就发现他了, 就是习主席早就清楚这帮牛鬼蛇人的真面目,那么习主席这个神仙下界在最高层, 在九转灵魂这个层次肯定就隐藏不住了,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就展开了疯狂反击, 这就有了三年疫情,大家全看明白了吧,此时你看啊,这帮人躲藏在矮墙之下, 矮墙啊是不能遮风挡雨的,这怎么说呢,这说的就是凡人汉奸他们的靠山不行了, 凡人汉奸的靠山是谁呢,其实是九转灵魂,那么九转灵魂怎么不行了呢, 这要看相对的比较,之前江主席时代,江主席是凡人, 九转灵魂对于江主席就是高强,那么高老庄就是高啊, 可是习主席神仙下界,神仙对于九转灵魂来说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那么此时的高老庄他就变成矮子了,这就是邓小平, 小矮子的本质就暴露了,他太矮了,他是一个琢地钉, 这就是矮墙,这个地方矮墙说的就是小矮子邓小平, 你就看邓小平那个个头,真的是啊,他就跟俩兔子螺在一起, 就那么高,真是个死兔子啊, 这一段情节呢,就深刻说明了,十八大时候, 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就是神仙完全展开给了人间, 接下来啊,时间再次变化了啊, 此时你看,妖怪啊,坐在上面,他喝一盏,吃两口人, 此时妖怪代表的是邓小平了,喝一盏,这个一盏就是全面展开的意思,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到了后期,邓小平的邪恶真面目就完全暴露了, 此时妖怪吃人,是说的邓小平吃中国人的生命和财富, 外面人都在传说,唐僧是老虎精, 这就是说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思想被他给妖魔化了, 一里无人,这个时候说的就是江主席时代了, 但是这时候就是说到什么时间呢, 我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啊, 就是江主席当上了国家主席, 但是那个邓小平还没死,说的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江主席现在虽然是国家主席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拿到全部权力, 可是呢,这个时候白马在草上吃草料, 这含义很丰富,白马是东方路线, 这是说江主席时代他尽可能的走东方路线, 可是他权力小, 他不能让东方路线在全中国都铺开, 所以他只能在很小的一个范围, 我推测的啊,就是军队这个体系之中走东方路线, 这就是啊,白马在草上吃草料的深刻含义, 白马被拴住了,就只能就这么大范围, 大家懂了吧, 然后神仙说, 江主席本来是西海小龙王, 这是说的, 江主席曾经去苏联留学这段经历, 犯了天条, 那自然是江主席反对这个有转灵魂这帮人了, 就反对汉奸卖国贼, 此时的白龙马就是江主席, 白龙马说呀, 我师父明明是好人, 却被污蔑, 这怎么办, 这就是说江主席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但是面对邓小平时代, 社会上对毛泽东思想, 甚至对毛主席本人的全面妖魔化, 江主席在想办法, 他说呀, 大师兄去的久了, 此时大师兄是孙悟空, 这里孙悟空代表了毛主席本人, 毛主席去世了多久呢, 你看啊, 邓小平是1997年死的, 此时我们就是当江主席多拿到一些权力吧, 那么1976年到1997年, 这就是21年, 毛主席离开人间20多年了, 这就是孙悟空去的久了, 八戒杀僧没有阴信, 是说江主席没有帮手, 那怎么办呢, 他就熬到二经天, 这里的二经, 说的就是1997年之后, 邓小平夺赦了, 这是邓小平二世, 这就是1997年之后了啊, 万籁无声, 是说这个时候人间还是充满了黑暗, 都是那个邓小平的声音,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 这个时候白龙马跳起来, 看到了吗, 他是不要了江绳和安佩, 显化为龙, 但是他驾着乌云上九霄观看, 这句话含义十分丰富啊, 白龙马是江主席, 在邓小平没死的时候, 邓小平他是太上皇啊, 所以江主席拿不到真正的权利, 这就是白龙马带着江绳, 1997年之后, 邓小平死了, 这就是白龙马不要了江绳, 同时显化为龙, 龙就是拿到了权利, 可是他驾起乌云, 乌云是说, 江主席还得带着邓小平的骚臭面具, 他没有办法旗帜鲜明的走东方路线, 大家完全看明白了吧, 当你明白了这一切啊, 你就看下面那首诗啊, 三藏西来拜世尊, 途中偏有恶妖愤, 金箫画虎, 栽南托, 白马垂江救主人, 白马垂江看到了吗, 白马就是东方路线, 东方路线显现到人间, 这个时候是江, 这个江就是江主席, 东方神仙在这段情节高度赞扬了江主席的伟大, 小龙王啊, 来到半空, 他看到银鞍店内灯火辉煌, 为什么这么亮呢, 是因为八个满堂红, 上面点着八个蜡烛, 所以这么亮, 这说的是什么呢, 这说的就是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他是十六大上来的, 八加八等于十六, 同时胡锦涛在2008年搞了一个北京奥运会, 那是奥运历史上最盛大的一届, 到现在呢, 也无人能超越, 这就是2008两个八满堂红, 大家明白了吧, 这里说了啊, 妖怪独自吃人, 这地方也有含义, 胡锦涛啊, 他是观音菩萨的鲤鱼精, 他不是人呢, 就这个情况啊, 老实说啊, 我现在还不是特别好理解, 但是比之前呢, 我就接受了很多, 你看啊, 大家都熟悉什么呀, 就是狐狸精, 黄鼠狼精, 就是黄大仙呀, 可是一条鲤鱼啊, 他成精, 一般人不好想象, 我也想象不出来, 所以呢, 我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但是啊, 胡锦涛的确是观音菩萨养那个鲤鱼, 这个等我有了神通, 我就完全明白了啊, 现在大家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这就是说, 胡锦涛独自吃人肉的原因, 因为他不是人呢, 就是他不是凡人, 所以他和凡人自然就有了一个隔离, 他不敢和凡人太接近, 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和温家宝这些人呢, 真正的抱团, 小白龙就笑了, 他说这个妖怪不行啊, 走了马脚被识破了, 这意思是啊, 江主席知道胡锦涛是鲤鱼精, 秤驼那个是说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这个意思, 这就是说胡锦涛他是观音菩萨的人, 他亲自来到人间, 那你说干嘛呀, 自然是铁了心给观音菩萨制造人参果啊, 小白龙说不知道师父下落, 这就是说整个胡锦涛时代, 人间还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存在的空间, 然后小白龙就说啊, 我去细耍一下妖怪,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是高度重合的, 这是邓小平时代, 江主席时代, 胡锦涛时代, 习主席, 十九大, 十八大, 这两个时代完全重合在一起的, 我们依次看啊, 这时候你看, 首先不说小白龙了, 而是说龙王, 所以此时小白龙, 他是代表了江主席和习主席, 因为习主席神仙下界,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小白龙, 直接说的是龙王, 他变作公俄, 就是来到了中国政治最高层, 此时你看啊, 是小龙针九, 看到了吗, 小龙是凡人, 这就是江主席, 江主席针九, 是将这个九针到那个妖怪的斩中, 这个含义特别有趣, 这个九啊, 代表了江主席拿到的权力, 而这个斩, 是说邓小平实际控制着中国, 你看这个九, 比这个斩高出三五分, 这就是三五十五, 是十五大, 十五大就是1997年, 这一年邓小平死了, 可是邓小平他是假死, 他夺赦了, 他继续暗中控制中国, 那你看啊, 九比斩高出三五分, 却不慢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江主席虽然在邓小平死后, 拿到了更多权力, 可是他的权力再高, 也慢不出这个斩, 就是国家还是在邓小平暗中控制之下, 又这个死兔子邓小平啊, 你可真是太牛逼了啊, 你都死了, 你还能控制国家, 你等着啊, 我就快要神通了, 等我原神出气, 我就去杀你, 我杀了你, 我就看看啊, 你在地府里面, 你是不是还能影响人间, 如果你当了鬼, 你还能影响人间, 那你就真是牛逼大了啊, 我们继续看, 下面说, 这是小龙的逼水法, 这个时候水代表了财富, 这说到了具体的江主席时代, 这个层次太高了啊, 我就没有办法详细说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本质, 这是说江主席拿到了一些经济, 或者直接说是财政权利, 他怎么拿到了呢, 此时是朱荣基做大了, 可是这个时候不是邓小平死了吗, 朱荣基的一个盟友啊, 他表面上是没了, 因此呢, 江主席趁机拿回来一些财政权利, 因为他有钱了, 他才能终止军队经商, 如果江主席手里没有钱, 那军队怎么发工资, 怎么发展, 那不还得继续经商吗, 所以啊, 我们别觉得啊, 江主席一句话, 军队不能经商, 就能停止军队经商, 这不可能啊, 军队也是人组长的, 是人呢, 就要吃饭, 要养家, 要生活, 邓小平时代, 他们这些罕见卖国贼, 刻意不给军队钱, 逼得军队经商, 现在江主席必须有钱, 他才能让军队停止经商, 这就是逼水法, 我估计啊, 是江主席把朱镕基等汉奸, 金融汉奸啊, 逼得让他们交出了一些财政权利, 大家懂了吧, 此时邀国就说, 哎, 你这手段真厉害啊,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汉奸也佩服江主席吧, 那个小龙说, 我还能再高, 他就弄出了一个13层宝塔一班, 但是还是漫不出酒杯, 这什么意思呢, 水越来越高, 代表了国家财富越来越多, 可是13层啊, 代表了13大, 这就是1987年, 是政治体制改革元年, 这代表了对外利益输送, 这就是说, 江主席时代, 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可是这些经济, 江主席也拿不住, 都被朱镕基, 邓小平白送给了白皮黑鬼, 这就是酒, 无法漫出酒杯的含义, 这个酒杯代表了邓小平, 朱镕基等汉奸卖国贼, 事实控制着国家, 然后你看啊, 这个酒是谁喝了, 就是妖怪, 这就是说, 邓小平, 朱镕基, 瓜分了国家财富, 后面还有吃人, 吃人代表了邓小平的计划声誉, 胡锦涛的汶川大地震, 制造女儿国等等, 就是制造人参国, 这个时候, 妖怪问小白龙, 你会唱吗, 这个时候啊, 我就不得不给大家讲明白了, 这就是江主席身不由己的地方,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完整的经过啊, 这个江主席时代, 在那个时代, 邓小平, 吴锦涛疯狂丑化江主席, 江主席不得不戴着邓小平的骚臭面具, 甚至他会做一些啊, 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 比如给大家唱歌, 大家明白了吧, 江主席的唱歌是逼不得已, 那是被邓小平等汉奸卖国贼逼的, 这里是神仙为人民讲明白, 江主席为了国家和民族, 承受了多么巨大的侮辱, 这个地方啊, 是神仙告诉人民, 我们都欠江主席一个道歉, 江主席时代啊, 我正是年轻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凡人, 我完全不知道世界真相, 我更不知道江主席的困境, 我也曾经啊, 骂过江主席, 所以在这里呢, 我先带头对江主席郑重道歉, 当年我是无知青年, 我误会了您, 现在请接受我最诚恳的道歉, 同时呢, 我也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杀光人间九转灵魂, 让他们为他们放下的所有罪行, 付出千万倍的代价, 让九转灵魂伏法, 是我对您最诚恳的道歉,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 妖怪问, 你会跳舞吗? 小龙说我会, 但是空手跳舞不好看啊, 于是妖怪就将自己的宝剑递给了小龙, 这个情节含义太深刻了, 此时妖怪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宝剑代表了军权, 邓小平死后, 江主席终于拿到了军权, 而你还要注意啊, 邓小平给的是宝剑, 而江主席拿到的是宝刀, 你看为什么? 这可不是神仙的失误, 这里有深刻含义, 宝剑宝刀有本质区别, 宝剑这个特别个人化, 是文人默克, 或者说侠客也行, 它是个人的武器, 这就是说邓小平活着时候, 他将国家军队给私有化了, 这就是我说的, 邓小平通过十年对月作战, 清除了所有军队中反对自己的人, 那整个军队都是听邓小平一个人的话, 军队可不就是邓小平的私人军队了吗? 到了江主席时代, 他拿着宝刀, 刀就是军队的制式武器了, 这就是说江主席在自己任期内, 巧妙的不断改造军队, 终于让军队有了最基本的保家卫国的能力, 最本质说, 军队就不再是邓小平的私人军队, 而是国家的军队, 是党指挥枪,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刀剑的深刻含义, 同时你看, 这个妖怪是抽出宝剑, 就是把兵器晾出来了, 而不是连窍一起给了小龙, 这个意思是啊, 邓小平用他的私人军队杀了无数革命者, 大家懂了吧? 这就不用说了吧, 这个说的就是那八九啊, 此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一首著名的诗啊, 当时周恩来死了, 然后就有人写了一首诗, 抨击死人帮, 悼念周恩来, 这就是杨梅见猪窍, 你看杨梅见猪窍, 这见就出窍了, 这首诗没什么好说的, 我是说就这么一首诗都是汉奸卖国贼精心安排的, 人民还以为啊这是民间自发的, 其实这怎么可能啊, 这都是死兔子邓小平安排好的, 这个诗的作者叫王丽山, 他到了1978年就抖起来了, 1978年那不就是报产到户了吗, 然后他拿到了北大法律毕业证, 看到了吗, 就这个人变大法党了, 这个王丽山啊是个小人物, 在这一集呢其实没必要提, 他太不够级别了, 我只是突然想起这件事, 我就说了一下, 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人, 那么现在大家就看明白了吧, 今天是十月一日国庆节, 而且是二十大之后第一个国庆节, 这一集的内容是多么的震撼, 这就是神星啊直白的告诉我们, 高层斗争的一切内幕, 我其实根本想不到这些, 这也是我写文案的时候我才明白的, 这一集是多么的直接, 内容是多么的震撼, 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小龙接了刀, 是说江主席在邓小平死后, 拿到了军权, 改造了军队, 然后他上三下四, 左五右六, 丢开了花刀法, 这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就是时间, 三四五六加一起是多少啊, 是十八, 这就代表了十八大, 这是说江主席将军权安全的传递给了习主席, 花刀是花样摆出各种智慧呈现, 因为毕竟中间不是隔着一个胡锦涛嘛, 江主席隔着胡锦涛, 怎么把军权交给习主席, 这太考验政治智慧了, 我就完全不懂这个层次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大家明白这个事实就可以了, 这是神仙再次表扬了江主席, 他不但伟大, 而且还特别聪明, 有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 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果然不负期望, 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就中和了, 小龙对妖怪开战, 这说的就是江主席对邓小平开战, 也说了习主席对胡锦涛开战, 大家懂了吧, 妖怪没有了武器, 他怎么办呢, 他就用一根满堂红作为他的武器, 满堂红是什么呢, 这就太逗了啊, 这里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意思就是高老壮, 就是说邓小平这帮人, 他们说自己是红一代, 他们的后代是红二代, 红三代, 他们全家都是红色的, 这就是满堂红, 然而他们都是汉奸卖国贼, 你比如邓小平儿子邓朴方, 陈毅儿子陈小鲁, 陈云儿子他亲儿子怎么作恶, 这个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不说了啊, 不懂了我就不说, 我们就说他的私生子啊, 就是马云, 马云怎么祸害国家, 颠覆政权, 大家都知道了, 这就是说他们这帮人呢, 自持身份, 说自己都是红色后代, 一家子都是红的, 这就是满堂红,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依仗, 你说如果邓朴方不是邓小平的儿子, 那他就这个轮椅啊, 他怎么坑蒙拐骗头, 如果马云不是陈云的儿子, 就这个弱智, 他凭什么弄得全国银行都配合他, 放高利贷, 带动了吧, 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红色身份, 他们是满堂红,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这就是胡锦涛时代, 他拼命培养了水军, 水军是胡锦涛的宣传支柱, 这就是大齐党啊,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金灿荣, 金一南, 司马南等等啊, 他们疯狂宣传, 一切尽在掌握, 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了多么不利于中国的事情, 然而有这帮大齐党啊, 金灿荣这样的就给你解释, 大家可千万不要激动啊, 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内, 敌人啊, 美国很快就不行了, 我们越来越强大, 这都是党带领的好, 这是党的安排, 这是胡锦涛的锦囊妙计, 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 大家懂了吧, 现在金灿荣这样的人, 他们改了, 他们改头换面, 继续他吹习主席了, 他们就是满堂红, 他们是吹的中国满堂红, 因为他们这帮六贼的存在, 老百姓就以为中国还满堂红了, 就是南马人民啊, 就认为中国在邓小平胡锦涛带领下, 很好啊, 满堂红啊, 那么当习主席对邓小平这样的汉奸卖贼清算的时候, 老百姓就完全不理解了, 老百姓会说, 金灿荣教授都说了啊, 他说邓小平很好啊, 改革开放很好啊, 胡锦涛很好啊, 怎么现在他们变不好了, 他们是犯罪分子了, 这怎么回事啊, 人民转不过这个弯, 国家处理这帮汉奸的难度就加大了, 现在大家就更明白满堂红的深刻含义了吧, 这就是人间六贼, 就是金灿荣这样的, 他们完全霸占了舆论宣传领域, 他们让人民思想混乱, 最终呢, 给国家处理汉奸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所以啊, 这帮六贼都得死啊, 金灿荣这样的, 就现在还一天天出来害人呢, 此时大家如果感兴趣, 你去B站搜金灿荣, 就这帮人啊, 就是我经常点名的那几个, 他有个条件写项, 是按照最新发布, 就这个条件来搜索, 你搜完之后, 你看那个时间, 你马上就会看到, 他们的视频呢, 是隔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就是隔着一个小时, 就上传一个新视频, 看到了吧, 这就是敌人疯狂的, 以六贼霸占网络宣传, 张志顺这个老骗子都死那么久了, 还有人在精准投放他的视频, 好了, 这就是六贼的巨大危害性, 这就是满堂红的第二个深刻含义, 不过说到这里, 我也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习主席能取得了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你看啊, 敌人的武器, 它是满堂红, 这是一个红色出身, 一个是水军吹嘘, 而习主席呢, 他的武器是四野, 这可是真正的军队, 那你说敌人能赢吗, 根本不可能啊, 大家懂了吧, 然后你再看啊, 妖怪用满堂红和小龙打起来了, 这个满堂红是熟铁打造的, 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铁是生的, 生铁, 那就是邓小平一世, 熟铁那不就是从生变成熟了吗, 这就是代表了夺舍, 是邓小平二世,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说那帮九转灵魂集团, 同时第二个意思呢, 是宣传领域, 敌人更成熟了, 我们说啊, 邓小平时代, 他的宣传就是上海文学那帮人啊, 他是很生硬的, 手段呢也比较单一, 可是到了胡锦涛时代, 因为互联网普及到每一个人的手里, 所以网络水军自媒体, 他就是蜂拥的都发展起来了, 这是马化腾培养的, 那么这帮人啊, 水军自媒体, 不知不觉, 还有那帮大V金赛荣他们这帮人, 他们不知不觉的啊, 就洗脑了整个中国人民, 老百姓呢, 就一个个骗的跟傻子一样, 这就是成熟的宣传, 这也是熟铁, 大家懂了吧, 那么这个熟铁有八九十斤,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要倒过来看, 这就是十八十九两个数字, 这是说的, 十八大十九大, 习主席就和敌人进行了坚固卓绝的战斗, 大家懂了吧, 今天啊, 是国庆节, 而且关键是, 二十大之后第一个国庆节, 你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你就应该深刻知道啊, 二十大可不是普通的一次大会, 这是相当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 习主席的二十大胜利, 是习主席给了新中国第二次生命, 这是二次建国, 所以啊, 今天十月一日, 这个国庆节, 其实是第二个新中国的真正第一个生日, 因此这一集, 也就完全出乎我意料, 这一集啊, 神仙是直接撕开了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假面具, 一开始, 神仙就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 十八大时候的政治局常委, 除了习主席一个人, 剩下的都是汉奸卖国贼, 之后呢, 神仙就为我们详细的将邓小平时代以来, 国内最高层政治斗争, 完全展开给我们看到, 神仙让我们知道, 江主席是多么的不容易, 同时呢, 神仙更让我们知道, 习主席接受的这个中国, 就是亡国灭种的前夜呀, 你看, 十八大政治局常委, 六个大号汉奸卖国贼, 就习主席一个革命者, 如果习主席不是神仙下界, 那你想想啊, 换了任何一个凡人, 能翻盘吗? 根本不可能啊, 这就是, 东方神仙看到了中国, 就要彻底亡国灭种了, 所以呢, 东方神仙才牺牲了自己在天上的本体, 来到人间, 拯救中国, 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 习主席和所有汉奸卖国贼, 包括天上西方邪神,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才有了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这才有了今天, 我们还能欢庆国家的生日, 如果没有习主席, 没有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那么这一刻, 你看看, 就是胡人完全霸装了中国的最高层, 这就是口元外那两个胡人儿子, 我们的国家呢, 事实上就是女儿国了, 我们人民呢, 事实上就等着被制造成人生果了, 大家完全明白了吧, 这一集就是神仙送给人民的又一份珍贵礼物, 人民通过这一集, 能够确实明白我们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 从而更加明白今天这个国庆节的不同凡响, 这个是第二个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 大家千万珍惜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这一集的最后呢, 我就用一句话结束这一集,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习主席的身边, 坚定跟随他的脚步,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努力前行, 奋斗终生, 最后呢, 我祝大家节日快乐, 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盛, 同时呢, 我也要代表我自己啊, 感激习主席, 感谢您以我将无我不复人民的精神, 从天上来到人间, 拯救了中国, 拯救了中国人民,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